嗨,我一直想有一间这样的阳台 温暖明亮,绿意盎然 能洗衣晾晒,能远眺山林 能和猫猫们愉快地相处 如今理想变成了现实 这感觉太美妙了 都说猫咪对晒太阳情有独钟 但住在一楼,阳光却是奢侈品 家里只有南阳台,光照条件最好 于是半年前,我设计了一个猫咪游乐场 正如所愿,呼噜和小枣很喜欢待在这里 我决定再接再厉 翻新一个颜值和功能都在线的猫系阳台 这是13.5 整个四个 味儿啊 哦 哦 来点 这样我们上边这可以的 这是32厂 再来一根 我这再起一根 给你 干活 看这个 给你我把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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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把右手收的 嗯 放 呼噜那小岛子屎要用这么大的锁来保护 挺好 好 好 出来吧 咱们试试 上面这个台子它是不知道能上的 上来 漂亮 就知道了 不论是可以的 一个台阶 可以 早好香啊 早比我香 这边的猪排一点 无处落脚 是要增強的是 聽名歌 帮不出去 帮不出去 还不是那种可以转的口 并且先走 洪水 离那么远 就开始了 我有一种你要对枣行行的感觉 你莫非想躺啊 你莫非想躺啊 你脱厚点 经过三天的忙碌 理想中的猫戏阳台近在眼前 我妈问我 干嘛总是折腾家 因为住着住着会有新的期待呀 有些地方就想改一改 而我期待的 大概就是这样一些时刻吧 看呼伦小嫂跑跳玩道 磨爪自由 吃饱喝足后随处一躺 拿盹晒太阳 举手投足 都让人从心底感到柔软 在这个不到四平米的空间里 幸福感四溢 如果这也是你心目中家的样子 希望这期视频能带给你一点灵感哟 我们下期视频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